虎年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在展出老虎名画 相当与众不同 姿态威严的同时面带微笑 一起去看看 喜鹊带来好消息 老虎象征着击退厄运 在韩国人的心目中 老虎具有神通和威严 同时还有灵性的动物 也是让人可以亲近的朋友 因此画中的老虎露出鲜红的嘴唇和牙齿 但是灰鞋的表情让人倍感亲切 古代朝鲜人每到过年 家家户户都会将老虎名画 贴到门上代表吉祥 为迎接2022年人银黑虎年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特别展出18幅老虎名画作品 一只威猛的老虎趴在 山神旁边 老虎虽然身形庞大 威武勇猛 但是表情谦卑敬畏 展现了老虎服从山神的力量 月光下代表长寿的松林 出现了11只老虎 照顾幼崽的母虎 表情灰色的两只老虎正在打闹嘻嘻 展现着老虎不同姿态的 月侠松林虎足徒 是朝鲜时代非常出色的作品 韩国的名画是朝鲜后期 在百姓之间流行的一种画 其特点是忽视远近 色彩鲜明亮丽 是最具代表朝鲜时代 百姓们朴素情怀的韩国特色画